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区议会应该是优先被市委是公职人员 而需要按着国安法来宣誓 区议会变天后 由民主派主导的议会运作了一年多 政府和民主派的关系紧张 DQ区议员的消息 久不久就在政券流传 有没有区议会DQ的新闻 又或者有没有人被人逮捕 这些都是我每天起床最关心的东西 外面我们的确是每一句话 都担心可能会有国安法 在会议里谈什么都不行 没有说是否危险的 现在只过了一天 是, 我去关道理 吐槽, 看着 是呀, 曼曼 旁边有什么东西可不可以 有没有这个消息 旁边有两天 现在没有两天这么少 你之前就问过, 你记不记得吗 没那么少 袁家慧在前年年底的区议会选举中 击败连续三届自动当选的建制派对手 成为南区区议员 是呀, 是呀 做了一年多, 香港社会天翻地覆 他说现在的区议员不容易做 走吧, 再见 很多审查 你真的很想说的事情 你又进不去 譬如你想在街上挖笔线 叫人关注十二港人的案件 都是地政会说是 违反了挖笔线的条例 就是要去拆掉 究竟议员这个身分 到现在这一刻 还有… 就是还有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自己也要不停去问自己 新一届区议会由民主派主导 他说民政署拉队离职 不提供秘书服务 已经成为新常态 区议员与政府关系对立 连印章废纯都要左度右度 我确定今年会不会做不好 我觉得不要紧 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下单 都是在计划现在的钱 就算被人订阅了, 我会照样写 我觉得也写新年废纯 去年参加立法会选举时 袁家慧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 他说自己有心理准备 连区议员资格都随时被褫夺 你们去找找工作吗 是, 做多就知道了 有很多工作 有很多工作 年尾有很多工作 是 我会担心我的助理、同事 他们都要养家 如果突然间失业, 他们要怎样呢 你觉得每天都在倒数 但是你不知道倒数多久 我没有能够计划所有东西 生理时钟习惯了 就会6点多紧醒一次 然后发现闭闭闭门更安好 我自己仍在床上 那就是没事了 那继续睡吧 整天都会发梦 被警察追, 我被警察逮捕 尤其我自己一个人住的话 可能我不见了一大半天 才有人发现, 我不见了 所以都会担心的 袁家慧曾经是香港众志副主席 他说眼见之前 一起参与社运的同伴 相计被捕和入狱 遇到自己随时被捕 之前我有发布那张照片 就是有之锋、Ivan、阿婷、阿聪 他们全部都是 要么走了, 要么坐牢 要么死症状 对, 看着那张照片 我只爱过未死, 住 也会说, 什么时候到自己呢 对 他有一次撞掉了我 撞掉了你? 撞掉了你, 他很厉害 前面还有其他议员 沙田区议员李志宏 有份筹备由民选区议员牵头发起的 香港公民议政平台 他们说, 政府过去一年来 多番以不符合区议会条例为由 不让他们讨论涉及全港政策的议题 希望透过议政平台 令跨区议员 可以就和居民有关的政策表达民意 全力撞过来 神经病 善暴区议会 谋缴攒揽炒平台 掃声 掩着金发的沙田区议员李志宏等人 哪里掩金 在议政平台成立前一星期 他们就受到亲政府媒体的评击 更被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警告 议政平台是非法 敦促他们懸崖勒马 排山倒海批评 我觉得他要随便控制 我们以前做了一个承诺 就是我为大家继续去 争取香港民主自由的时候 为什么这刻我们要害怕? 你不做就一定什么都没有 因为你不做就会死 你做了, 又是死, 不做又是死 那先继续吧 在同一时间 坊间传出中央有意DQ区议员的消息 随后有传统民主派代表 突然退出筹委工作 囚委会要在这里忍痛宣布 香港公民议政平台筹备工作 被迫立即终止 囚委会将会即日解散 原先宣布成立平台的记者会 结果变成宣布终止平台的筹备工作 李志宏说 平台的原意是就全港民生议题 促进跨区合作 不明白区议员关注民生 反映民意 为何被政府说犯法 我相信大家都是跟我一样的心情 我们想做好一件事的动力 来源自在我们的选民 我们爱的香港 而始终失败我们会有失落 我们的要求很卑微 就是不要死了 这个就是现在的感受 警察 我现在抓你 罪名去颠覆国家证权罪 这个月6日的清晨 警方出动过千名警员 上门拘捕53个策划及参与民主派初选人士 指他们涉嫌干犯颠覆国家政权罪 违反港区国安法 涉案的人士同谋以一个 戴毒的计划 去瘫痪特区政府 袁家卫是其中一人 议员办事处亦被上门搜查 在同一日下午 李志宏赶回去议员办事处 他也有参与民主派初选 排在名单第二位 排头位的刘永康 有份被国安署拘捕 今天不够刮 很多人呆住 小心 对 我知道,小心 谢谢你 擔不擔心 也不太擔心 明天可能是我 我知道 有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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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中的 李志宏批评今次执法行动 是政府进一步打压疑见声音 他也在当日删去卡片上 组织议证平台的身份 因为始终筹议已经完了 平台也不再运作下去 我也没理由 卡片有这个名字 你怕平台也没运气? 我自己的看法是不害怕的 有什么很害怕? 只不过 不然大家 不同的同事 或者外面的人 有些误会 第一次 有很多原因 第一是比较混乱 第二就是 在这个时间 突然你说里面有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 坦白说 撿一撿就当是买个保险 看看有没有什么 在他们眼中觉得是… 是不能够出现 今天搞初选就说犯法 如果明天跟你说 我骂政府就是犯法 再者有一天 我们说香港这两个字 都是犯法的时候 难道我们连香港这两个字 我们也不说吗? 濫步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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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据打力 无据打力 小心点 小心点 有些酒精搓手液 有些酒精搓手液 李志宏估计 自己的区议员生涯 随时因被捕而结束 只能尽量把握 可以继续做地区工作的机会 是,希望大家都没事 谢谢你 记得勤洗手,身体健康 不是,就是有个确诊个案 我们坚持都是 就是无论在政治上 做什么都好 或者在哪里做什么都好 我们坚守地区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 都是这样做的 袁家卫在警署被购查近40个小时之后 获准保释回家 昨晚回到家到现在没有吃过 我说我最担心的事 过几天就发生了 就是睡到梦梦梦梦梦 六点多钟 突然有人敲门,禁钟 从小到大 但是我只会在一些中国的新闻 才看到 他有什么沉引之事颠覆国家 接着有一天 竟然在香港的我 会和这个罪名绑在一起 我觉得整件事是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呢 虽然未正式落案起诉 但在涉嫌违反 港区国安法的阴霾下 他估计被蚕夺区议员的资格 只是迟早的事 已经被人家住了这个罪名 在身上 很害怕会… 不知道搞了什么活动 然后你会害到街坊 你会害到同事 这个压力是有的 因为你基本上 你摸不到这条线在哪里 叫我地坊 共联会社区主任何伟俊 是沙田议会监察的成员 约半年前开始搜集资料 密切留意现届沙田区议员 在不同公众场合 社交平台及议会内的言行 这个就是6月9日 当时应该叫做 所谓泛民35家的一个公投 初选的一个记者会 中间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戴耀廷 这位就是沙田区议会主席程章仪 我们也注意到他 是有份策划35家的活动 规程问题 我想建议我们在今次正式会议开始之前 可以密开仪式举行做事 这些就是签建出来的 签建的正式形态 民建联的李世荣 是沙田议会监察的召集人 这个组织主要由前年 区议会选举落败的 建制派参选人组成 半年前开始集中关注 现阶区议员的表现 总联络主任 在2020年10月份 他还在说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他还贴了这些在这里 其实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人 你会把这种精神 主张带入区议会去卫市民反映呢 我们收到就是陈区明议员 是就着有关福利政策 他有精神计划 和民政资讯服务事业的提问 但未输存是在10月28日 是禁止了陈区明议员的提问 所以他们两个事过了 如果你们收到我们 怎会是平常的事先都是平常的事 他们还没明白 区议会是一个咨询的组织 很狡猾的 只是能够讨论区里面的事情 因为是区议会 不是立法会 做过八年区议员 李世荣形容 现在的区议会由攬炒派主导 很多民生事务都变得政治化 议员在开会时 又经常加插议程 讨论非地区事项 令政府代表要无奈离场 而会效率远远不及他们在任时告 我们就继续会议 其实政府已经很清晰 一是违反了议事规则 根本上他们都不会再跟你谈 他就像刚才的委员会 他起身走 那变上你就是拖长了 你可能本身有些民生事項 真的想商讨去谈 你好 这个月初 国安署拘捕53名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 当中有20几个是区议员 那天沙田议会监察和建制派团体 向政府请员 要求尽快修例 把区议员纳入宣誓效忠特区的公职人员范围内 但前面很狠, 放在后面又听不清楚 就狠狠狠, 就是这样的 做这些工作 如果狠狠狠狠, 这些成章越… 正面 不是正面, 越多人记得你 要将区议员纳入公职人员宣誓的范围 并且解除那些以攬炒、以跳崖 以停摆香港政府作为号召、作为宣传 将他们全部DQ 有关的框架都应该要适用于这个区议员 他们怎样会是效忠这个基本法 有关的政府部份尽快所掌合作 修例宣誓及证明条例 区议会条例 李世榮说, 沙田区三十多位区议员 都曾经积极参与推动35家的初选计划 包括提供议员办事处或开设街站 这日就到警察总部报案 要求警方执法 要求警察 要求警察 严厉执法 整个沙田区议会有四十多位区议员 我们今次来举报只是三十多小小 这些人似乎将区议会定位的路线走歪了 包括曾经在区议会 都是树立了一些违反国安法的标签 标准等等 证明他们未能做到 真是效忠特区政府 要求警察严厉执法 好久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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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洗手 带口罩 drink 有了… 李世荣说不少街坊给他反映 当区区议员很少在区内派防疫物资 他觉得区议员应该集中精力 做回民生工作 才真正发挥到区议员的角色 到今天为止 我们大概都四十几五十次 派发这些抗疫物资的街站 现任居员他有做 但相对就比较少一些 就是说你可以接触到受众 受惠居民很少 变成大部分市民都收不到 看不到他有做 关于机场巴士的进度 和取费贵的问题 大家拿单张看看 谢谢你 口罩迟点有人捐 再想想怎么派 好 政府曾经表明 已将1700万个口罩 分配给区议会 地区组织等派发给市民 但沙田区议员李志宏说 至今未见过这批口罩 反而留意到 由政府委任的分区委员会 就有民政署的口罩派给市民 那为何分区委员会有民政署的口罩 那为何区议员没有这些口罩 没有这些口罩不是我们区议员的错误 是政府没有给我们 而我们也有拿钱去尝试买口罩 也都是政府不批给我们 不让我们用这些钱去买口罩 那这个责任很明显在政府上 就不是在我们区议员上 你好 沙田民政署回复我们查询事 没有回应为何不透过区议会派发口罩 只是说没有给过口罩 给任何中介团体 不过沙田分区委员会委员李世荣就承认 有派过民政署的口罩 特区政府他根本不信任区议会 当然是因为过去很多很多他们的动作 言行举止 疑似禁锢官员等 真的出现过的时候 其实大家的互信已经是 可以说我觉得是破裂的 民政署就会选择它比较成熟的网络 就是分区委员会 利用分区委员会去派发 分区委员会很明显是组成问题 都是之前落选的前区议员 又或者是一些落选的候选人 很明显根本就是不重视区议会 令分区委员会好像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区议会就做了很多事情 那么下一步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觉得 区议会其实也没用了 做不到事 会不会未来没了区议会呢 面临可能被起诉国安法 颠覆国家政权罪 政府又表明 预计农历新年后 向立法会就区议员宣誓提交草案 南区区议员袁家卫觉得 什么年来政府刻意淡化区议会的功能 区议员在地区事务的影响力 也慢慢减少 好… 当我们身为区议员的时候 政府应该给我们相应的支持 去做我们的崗位 当你要我们宣誓的时候 你口口声声说我们就是公职人员 但当我们去执行我们的职务的时候 你就好像冷冷走去试图架空我们 当我们没到 或者说我们没什么做到 其实好像公你赢自我输 民政事务总署回复我们查询时表明 无意打压区议会 曾多次呼吁区议会 在互相尊重的原则下 作出理性讨论 袁家卫说 随着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总辞 区议会是现时体制内 在互相尊重有民主派的声音 不过还可以继续做几内区议员 他说很悲观 谢谢 好, 谢谢 无论我们背负的是 当时运动的能量也好 或者街坊对我们个人的信任 始终也是经过一个民主程序 去产生出来 谢谢 能够褶我们的议席 我想只有选民他们自己 而不是政府 所以街坊一天没放弃 我们也想继续守住这个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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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